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时候出街吃饭都想找一些特色菜 或者找一些仪式的味道 今天要介绍的这间店 走过的话好像普通茶餐厅没什么特别 但是原来一进来 发觉很多菜式简简单单 原汁原味就已经可以是一餐 一起试试它 附近除了一张旧有建筑和新派酒店同框的网红打卡点 旁边双连就见到零洪当当的建筑物 就是澳门欧洲研究学会 该会成立于1995年 是澳门高等教育系统中两个研究机构之一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架起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桥梁 不少人经过这里都被它亮眼镜欧式风格 和澳门唐楼结合所带来的独特观感所吸引 饱饅完周围环境之后 就很快点跟进来这间健康养生的深水推介 现在都市人越来越注重健康 尤其是广东人最喜欢吃饭前喝个汤 你知道广东人喝汤要求很高的嘛 不同的时令节气又要配合不同的汤水 今次就有好推介给大家了 分别就有凉瓜汤 还有五指木桃汤 还有这个琵琶花汤 当然还有黑蒙蒙 非常足料的灵芝红组汤 不过我这些经常出镜的 要经常用声的人 我自己就喝这个琵琶花汤 功效止咳润就适合我了 哇 琵琶花 我真的要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说秀说我自己对于 譬如一些材料 尤其是中医药汤水那些 我真的不太晓 但是很足料 里面还有很多瘦肉 去到出味也好 或者是令整个汤头的营养价值提高 好 先喝喝 好爽 而且它有点凉凉的感觉 所以令喉咙很舒服 尤其外面很多人现在 这支我们拍节目都会问老板 或者负责人 汤里面有什么材料 加了些什么 会不会有些师傅里面 有些味精在里面 没有啊 不就是你看到的瘦肉 或者它的材料有灵芝 就是灵芝红组 很简单的 因为它们奉承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简单 原汁原味 就是将材料的精华 就这样蒸出来或者炖出来 就可以了 还不需要放些什么 味精神师傅去调味 你不够味就当然要调味 它够了味的话 原汁原味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 喝完之后 不会说好颈壳了 再多两瓶喝 或者再多两瓶水 去浸一浸 不怕的 很舒服的 所以按照你自己有什么需求 就选什么汤 就完成了 这里除了说是汤出色之外 入到来一定会见到的 就是一个打肉丸的机器人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都会说 就是找回古法的东西 一定要是手打 当然这些最珍贵 但是你在澳门这个地方 串金尺土 人力资源又有限 你去哪里找些人 在那里 在那里 不过 老板也说了 他们希望 尽量将手工 或者方法 流传下来 所以他在选机器的时候 虽然是机器製作 都希望可以尽量去还原 人手打的感觉 听到这里打的感觉了 一定要点肉丸给大家 点了两个 一个就是自制的胡椒猪肚丸 一个就是牛肉丸 先讲一下这个自制胡椒猪肚丸 刚刚上台的时候 都已经很香了 虽然说经由机器製作 但是采用透明的玻璃 食品卫生安全开放给大家监督住 点加算用新鲜的猪后腿肉 再用机器打成膠 再加入大量的猪肚碎粒 再立刻煮熟上台 一出来 哇 香味四溃 口感方面 肉丸爽口蛋辣之余 每一粒都有大小不一的猪肚碎粒 口感非常特别 好像在吃浓缩版的胡椒猪肚煲 把味道压缩在一粒 又不会浓到你不知道在吃什么 就算不糖吃的话 都建议大家可以打包回去打鱼吃 接下来就要试一个自制牛肉丸 要吃一粒好味正宗 而且是上乘的牛肉丸 真的很少 哇 你看看它 牛肉丸 我会整粒吃呢 因为我都闻过的 它说里面 不像猪肚圆 里面有东西给你看 我想试一粒的感觉就是 真的好蛋辣 以前常常看这些电影 尤其周星馳 会不会来打乒乓球 那么夸张 这些真的 虽然我不知道可否打乒乓球 但真的很爽 很蛋辣 它跟一些削的牛肉丸 是完全不能够对比 这些就是 真是精华所在 这种汁 它不是汤头的汁 它是里面的牛肉熟后 它里面还有一些牛肉汁 所以咬它 如果你整粒放到后汤里 咬它 它是标到周围都是 好像放烟花 还有的是 主角除了是肉丸之外 它们的汤头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试它 你看我也是 基本上吃完之后 都会喝完汤 为什么呢 因为汤都是熬出来的 比如它说用 比目鱼 和新鲜的骨 去熬出来 因为这里需求量大 这些汤 又可能用骨 猪肉等等 去熬出来 所以这个汤头 是非常清甜 没错 是清甜 试完汤 和软煎之外 当然 很多人都想吃饭 我推介了几款给大家 不知道是否正好 等着蒸饭的同事 进厨房参观一下 哇 多少蒸炉 因为这里很多的出品 都是用蒸的 所以 由蒸炉到装饭的容器 都很讲究 好像这个紫砂碗 有什么好处呢 一起看看小感浪 蒸炉 是一种传统中国烹饪器具 通常由高品质紫砂碟制成 具有优异保温性能 和热传度性 可以均匀加热饭菜 有助确保饭菜充分蒸熟 米饭落而不糊 而且保留营养价值 紫砂碗材质中的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 会释放到饭菜之中 令饭菜更加香浓可口 好 这里的饭我都问老板 他说是用泰国米去做的 好 试试这个 猪肉饼蒸菜肝 猪肉饼蒸菜肝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吃 亦都是一些家常菜 选择蒸肉饼就出去吃 免得在家里剁一剁 好 黏上一口饭 菜肝的味道很出色 可能咸鲜的味道 是真的很送饭 为何咸鲜呢 因为它曬过来 但喜欢吃的人 奇香无味 第二个 地製猪肉饭 我选了五花腩 五花腩 这么晶莹剔透 而有颜色非常漂亮的五花腩 一直说我都骂了 五花腩不同的层次 为何我说很厉害呢 它这个步骤就多了 先选了一个上乘的五花腩 然后再出水 出完水之后很白的 不上色的 它就用它秘制的酱料拿去炸 炸完 再拿去蒸 才出到一个外面那层 少少脆 接着到肥肉的位置 它不是很肥的 为什么 它基本上是将大部分的油脂 全部都已经整出来 所以吃到海中的时候 是很爽口淡 而又吃到五花腩的味道 哇 这个真是不得了 厉害 另外介绍的给大家 就是一个腊味饭 腊味可以说是冬天必食的 不过其实现在无论什么天气都好 你一闻到腊味饭 立即上乘 好 好 腊肠配上饭 饭是吸收汁的 嗯 这种油香 真是不得了 而且它是特意选择半肥瘦的位置 或者整条腊肠不会太肥的 哇 你看这些腊肉 看不看 好像水晶似的 香到不得了 可能吃到这里 大家看到旁边 喂 又介绍汤 是不是 不是的 这个就叫做客家黄酒蒸初生鸡蛋 其实我都问过老板 这个有酒 怕不怕 很多人不适合喝 不是的 他就是喜欢这个黄酒 为什么呢 各客家人不同 我们广东人 广东人都会是 分免完 生完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会吃些姜草 糯米饭蒸出来 然后有些酒 来补身 所以配搭这个初生鸡蛋 是对于人妇来说 或者合分免员 或者一些女性来说 补身一流 初生鸡蛋 我比较少吃这些东西 或者我真的第一次 一入口的黄酒味道 一下 可能是一两秒是比较强烈的 之后就没有了 散得很快 还有它有甜甜的口感 吃下去 我觉得好像糖水 多过切泡品 吃吃吃也不错 它的后劲不算很厉害 但是 你吃到很多材料 放在一起 然后很补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试过那些十全大宝酒 就说未必好吃 但是你一喝就喝得出 就知道是很厉害 很补的东西 这个就对了 当然了 除了这里就说 汤、肉丸、饭 和补品之外 其实 还有甜品 甜品就有这个传统一点的味道 花生糯米糍 看到花生碎黑芝麻 依然都是粒粒分明 花生味 非常香 非常突出 大口咬下去 又紧密 又有咬头 如果吃生果类的 就有这个芒果糯米刺 切开看到大大粒 厚实的果肉 层皮烟硬得来 又不贴牙 今次就推荐两款 其他的口味 就让大家慢慢来试